哈喽大家好,我是屎白哥 今天是给人帮忙加工一条正宗的三年老腿 整条护腿差不多有40来斤 那么经常有朋友问怎么样区别这个三年老腿两年新腿 其实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岁月的痕迹它是骗不了人 大家看一下像这条护腿之前也是像这种绿眉 但是经过这个时间的洗礼像这些绿眉已经慢慢的变黑 已经变成这种黑眉 另外就是随着这个风干的时间越来越长 像表面这些皮面它慢慢收缩就会产生这种拉桃 所以一般我们判断一条火腿的年份基本上就是看它的表面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氧化层 像这个氧化层已经发酵成这个样子 当然如果说是像那些有添加剂的火腿 氧化的比较快的 这个肥肉层也会成这个样子 当然这条火腿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一条 三年老腿我们下面还是烧洗干净 打开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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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吃力 看一下 这个胡椒的表面是 已经上了一层厚厚的包浆 看一下 烧洗干净以后 还说非常漂亮 像这条胡椒因为年份特别长 大家看一下 一般好的火腿 它这个 因为火腿肉是非常香的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 就会惹这些毛虫在表面 但大家看清楚 像这种属于毛虫 它跟蛆不是一个概念 一般起这种毛虫的火腿都会特别香 那么如果是身躯的火腿呢 基本上就是废的 那么我们下面还是打开里面让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浓胶火腿就是 虽然说风干三年以后表面比较硬 但是下刀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里面肉质比较绵软 这个浓胶火腿的特点在任何地方应该都不会变 像这种火腿的话 因为个头比较大 所以它的盐味也不会种到哪里去 像这种保存非常好的火腿 它就是打开以后这个铜子骨的头显得还有生命的活力一样 像表面这些氧化层的话就会感觉比较硬 而且风干时间比较长 包括它这个氧化层的地方也是坑坑洼洼 比较难得修理 像这条火腿的话 它是表面闻起来有略微的一点粘火味 因为这个大姐她老家是窝渡那个地方 以我们宣伟比较远的一个乡镇 所以像他们家的火腿经常都是挂在火塘上面 所以表面闻起来有一点点的烟火的味道 像这种三年的老火腿 今天给大家 修哥的这一条就是属于 保存非常完好 而且修哥也是比较到位 所以它的丢头还不是很大 像这条火腿我们初步修哥就像这个样子 来会包装的时候再清修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把表面氧化层 修哥开以后 表面这些洞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像这个就是刚才大家看到表面那些毛病 一般来说就是 除香味越早的火腿越容易上这种毛虫 有的火腿像两年左右的火腿也会上这种毛虫 这个很正常 还是先把这个下方切开 现在打开以后像这条火腿虽然是三年的火腿 但是因为个都非常大 所以它也干不到那种程度 将这个肥肉上流不动油 但是肉质确实非常好 现在再把这个金钱部位给它切下来 香味还是特别足 特别是像这个三年火腿的标志 我们这个白点氨基酸的结晶 而现在断面全部切开 其实像这条火腿的话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发酵的不是很好 因为它这个颜色不太均匀 大家看一下白一块红一块黑一块 像这些地方稍微有点弹性的样子 所以切开以后就闻不到这种 三年老腿的这个奶油的香味 但是颜味略清 像我们宣伟人的话 它不会计较太多 像这种火腿 其实吃起来口感是非常好 好的 像这条火腿我们下面就是修整一下 给它真空包装一下就可以 那么本来三年的老腿 发酵到现在这个程度 基本上都会有那种奶油的香味 但是没有完全发酵好的火腿 像这一条可能是 盐味也会略清一些 所以它这个 就没有闻到这种奶油的香味 总体来说还是算比较可以的一条火腿 我们今天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吧 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 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关注别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Hello 大家好 我是别哥 好多朋友想看前期收购来的那条火腿 那么今天给大家安排一下 像这条火腿的话 大妈当时在收购的时候 说它这条火腿是一条三年的老腿 其实像这条火腿 你不管是从表面的煤层 还是它的氧化层来看 肯定是没有超过两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些煤层的话 就是今年新上的绿煤 包括它的这个肥肉的氧化层 也没有达到三年老腿氧化的那个程度 包括这个皮面的拉草程度 其实两年的火腿只要保存的环境通风比较好 也可以形成这样的凹槽 那么当时为什么要收购这条火腿 其实像这条火腿 不管是从外形 还是它内在的香味 都可以称为火腿中的鸡皮 我们今天就把它烧洗干净 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开 开击小时的蜂蜜 打开 感谢观看 现在整条火腿全部都烧洗干净 大家看一下像这种熟食喂养出来的 这个肥肉层就是油嫩特别的好 烧洗的时候大家看到像这些皮已经裂开 像这种小小的瑕疵 对于品质好的火腿 我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这个是在他们去毛的时候 退毛用的工具也就是这个刀太锋利 所以这个皮比较容易划破 那下面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三叉骨给它去掉 看一下虽然说这条火腿比较瘦 才一直多的底标 但是像我们前天插的这个针眼 现在稍微挤动一下 这个油都会往外上 将这条火腿打开以后更能确定它是一条心腿 看一下这个铜子骨的头还泛着略微的一点白色 但是它的肉质正宗农家舒适未养的已经成这种暗红色 下面把这个氧化成小白看一下 漂亮 像这种肉质真的是高品质 像这个火腿为什么说它是高品质的存在 其实不是它的绿眉上的有多好 有多漂亮 而是整条火腿的话 它真的是骨系之大 肉头特别的饱满厚实 像这种火腿的话出入力也是非常高 然后就是油润好 它代表它的吃口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这个经常跟大家说好的农家火腿 我们讲求的是它火腿的口感 所以一般这个油润比较好的火腿 它的口感都不会差 而且像这条火腿它的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修割特别好 修割好呢 它的这个丢头就会稍微要小一些 看一下像这种火腿就是我们农家火腿的特瘦型 虽然是特瘦型 但是这条火腿因为它是熟食味 所以它这个肥肉看起来是非常的糯 而且像这些瘦肉 看到没有 都在冒着油光 所以为什么说这条火腿是高品质的火腿 它就是综合了这条火腿的种种特点 不管是从它的外形肥瘦还是油润 包括它的肉质 总体综合了以后 是一条高品质的农家火腿 那么现在就已经全部修整干净 我们切开断面让大家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块就是下方 这个肉真的是完美 没话说 像这一块下方的话 也是特别的手材抑制的理由 那么下方一般我们就是用来炒青椒干椒 炒吃的话下方稍微要肥一点 所以在玄威 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下方来炒青椒干椒 那么下边再把金钱锅给它切下来 将这种火腿的话切开断面以后 如果是三连的火腿 我们经常跟大家说 切开以后它用浓浓的奶油香味 但是像这个火腿刚才玩了一下 就是火腿的清香 所以更加确定它就是一条两面的火腿 但是像这条火腿的话用来粘住炒段 那个没话说 好了 现在断面全部切开非常漂亮 中间的肉质特别软 因为它这条火腿的盐味确实是比较轻 那么我们这条火腿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